那你就不要退出了 杨阳 如果是因为经费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也不要因为这个退出 好吗 是 林星辰的妈妈 来我家 逼我退出社团 还让我妈 交出我的证件 小学长 我不会允许跟你们一起去台北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你先不要着急 我去找星辰沟通一下 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小语学长 我真的很想去 可是 你不要可是了 一定可以去的 我们可以去挂师 佳琪办政绩 来不及 我们还有时间 你相信我 来不及了 下礼拜就要出发了 我一直说服自己 如果那么辛苦的话 不然就放弃吧 但是 这是你第一次正式演出 我真的很想看到 小语学长 在舞台上 魅力似射的样子 我们现在要赶紧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 你当然要想办法解决啊 要不是因为你妈妈 余泱泱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台北了 要不是因为你在舞会上搞出那么大动静 家里人怎么会知道 你别忘了 我们两个是有婚约的 我答应过吗 你还记得我没有婚约啊 你看你做的那些事 我做过什么事啊 那是我妈做的我能管吗 我不管 你也有份 你 喂 你们到底有没有再想办法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吧 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怎么帮助余泱泱吗 哼 那当然了 作为小语学长 最重要的当然是帮助余泱泱了 这件事情要不是因为你 也不会搞成这样 你最没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 那行 我等你们这对 未婚夫妻 都沟通好 我再参与讨论 好吗 你 提高效率 没有建设型的意见不准发言 我跟我爸争取过了 他可以出全团的旅费 但是余泱泱不能去 哼 郑初遥 要不然我说你蠢呢 你跟家里硬扛也就想办法 林清澈 你除了会说风料话 你能不能帮帮忙啊 效率 效率 好了 这件事情由我来解决 我会回家偷回余泱泱的证件 旅费由我来出 但是我要求你们两个 完全不要再帮余泱泱了 要相信我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 我就会非常非常生气 到时候 我妈再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可管不了 如果你故意拖延时间 那怎么办 郑初遥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 相信我 妈 你怎么亲手去对付那个余泱泱啊 这根本就是破坏了我的计划 她让我在舞会那么丢脸 我一定要把面子赚回来 她根本就出不起吕飞 我就提供她一个假期打工的机会 让她给我端茶 递水 然后好好地羞辱她 等我使用够了 再一脚把她踢出乐团 让她永远消失 妈 这是一个多完美的计划 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 妈 把她的证件给我 我来办 说完了吗 你林星辰哪怕有一点运筹帷幄 杀伐决断的能耐 郑初遥能胡闹到现在吗 出去 把门关上 妈 完全行不通 大话已经放出去了 可是妈不按照我的剧本来演 这可怎么办 就是你 就是你 故意不让云洋洋跟我们在一起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蛇蝎女配角 云洋洋那么无辜 那么可怜 林星辰 我要跟你绝交 看来 只有使出我的杀手剑 好 来 你 如果 看来 你 好 小心 好 meinen 是不是 怎么可能 他会 没有迟到 我当然不迟到了 宝贝 你今天要拍杂志吗 周围 你闭嘴 机场时尚我也要听你 这回我全身上下 都是亲自去店里买的最新款 林星辰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雷佳娜 你这是要去米兰时装周啊 林星辰 你这是认输的意思吗 我告诉你 都过时了 你看 林星辰 你还算是有那么一丁点用处 要不然哪 郑楚药 你还真是有一种能把什么话都说得难听的才能 这女人 你就是戴着有色眼睛在看她 我们一致认为星辰其实脾气不好 但人不错 我是那么有偏见的人吗 只有我对她才会 走吧 周围 我等一下要跟你做 人家第一次坐经济舱 你要陪人家 谁知道经济舱上去后是不是在一起啊 上去再说了 帮我拿 帮我拿 林星辰 星辰 这次多谢你 不用谢我 反正也怪我妈 多亏了你 我才可以看到小语学长的演出 你谢我是应该的 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那我去看一下其他人来了没有 喂 姜宁宇 你不会也觉得是我搞的鬼吧 你别弄 我这头发花了很长时间做的 你是林星辰啊 我是林星辰 我当然知道了 所以 你会做那种事情的念头 一刹那一命